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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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个虚名 你别把他当成真正的先锋官用 给他一些轻松的任务 那就行了 等到汉军步步逼近匈奴的大本营的时候 身为先锋官的李广应该首当其冲 带头冲锋陷阵 但是卫青告诉他 李广啊 这次你就别从正面冲锋了 我命你从敌军的右翼进行包抄 李广听了以后不开心啊 我是先锋 我就应该从正面冲锋 卫青就说 你听我一句吧 要是你能顺利的从右翼进行包抄 咱们准能打胜仗 好吧 毕竟军令如山 人家卫青是大将军 他的话不能不听啊 于是李广就带着自己的部将从右翼进军 可他万万没想到 当时的地形错综复杂 天气诡决多变 他一不小心就迷了路 到最后 李广的军队并没有如期抵达 卫青听到这个消息 十分的震怒 他就说了 李广 这件事情等见到皇上以后 咱们得好好说一说 李广就说了 我知道 我的书师严重地延误了军机 该负的责任 我负 于是李广就在大家的面前 拔出了宝剑 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根据史书记载 李广这么意思 周围的百姓 无论是认识他的 不认识他的 见过他的 还是没见过他的 都闻风而至 来追到这位老将军 更有不少人为他留下了心痛的泪水 史记写到这 司马迁为李广的人生做了一个总评 他说李广 桃李无言 下字成熙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桃树李树他不招人 但因为他会开花 他会结果就吸引了很多的百姓 因此树下也被人们走出了一条道路 而李广就像桃树李树一样 靠着自己的公鸡 还有魅力得到了百姓的爱戴 桃李无言这个成语来自于司马迁对李广的评价 现在拿来形容人 靠着自己的智慧还有品性 得到了大家的景仰 大话成语 就到此 结束